大家看到这里有个火警 这里有个人就拿着一支棍子 拿着一些东西 地上很明显有个东西 应该可以给大家揭开这个盖 我们来看看它干什么 来到这里 放下两样东西加上三样东西 调开了那个盖 接着就要猛挖 它挖什么呢 这边的火光红在上面挖开 接着走进去 另外一个救火员就拿一个软口来来 用来拉水 现在看到已经有点点水在喷 所以这些水会来着救火车 但这个人仍然在这里清理各种东西 接着将这个水口拧进去 好 拧进去 接着又来帮忙 要搏一样东西 就走了 现在这个更加 咦 那边的火都够圆了 你走开吧 走开吧 别阻碎了 一拍 哇 污脏污脏污脏 很多污脏水 干净了 但那边的火已经够得七七八八了 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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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这都要用一用 然后把喉拿上去 开大它 接着就进去 这个是用来补充 这个是用来补充 这个黄色效 用来补充消防车的水 好了 我们看到 幸好消防车有水 但如果火势更加大 如果火势更加强烈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延迟会怎样影响到 救火了 这个发生在哪里呢 根据你所说 就是英国的救火员 如何可以取得税 是不是有更加好的办法呢 其实下底的资料 就是当地的local government 应该保持这些地方是干净的 应该是清洁 但问题是 你盖住了 没有眼见 眼不见为干净 所以用来补充 就绝对不容易了 是不是要想过 另外一些更加好的方法 来提供水源去救火呢